欢迎收看5月18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方琪 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店地区农会举办文山包种茶比赛 因为年初降雪关系 今年春茶比赛品质提升 好忙雕刻家陈逢显 在长0.5宽0.3公分的米粒上创作 刻画了台湾第一位女总统的肖像 并且还在上头写了16个国字 在一次次的练习和摔倒中 轮板运动除了让孩子懂得自我安全保护 也学会了面对挫折 新北市卫生局抽验辖内市售美白产品的成分含量及标示 检验20件全数合格 今天的旅行食堂接续着上周的旅程 要带大家到实地去吃好吃的阿嬷麻吉和黄金蛋 新店地区农会17号上午举行 105年度新北好茶新店地区文山包种茶比赛 今年一共有62点报名参赛 农会表示今年的春茶因为年初降雪 带来了良好的生长条件 不仅病虫害降低 茶叶的叶片也比较厚实 做出来的茶汤比起往年更加甜美 欢迎喜爱喝茶的民众赶紧选购 新店地区农会17日上午举行 105年度新北好茶新店地区文山包种茶比赛 今年共有62点报名参赛 新店农会表示因为时代环境的转变 新店地区茶产业日趋没落 目前仅剩双坑里以及安坑地区的安泰路一带 有少数的种茶人家 不过新店农会还是每年举办茶叶品鉴比赛 致力提升在地茶叶品质 我们这个品鉴比赛也是鼓励我们这些茶农 然后评分一下高下 大家分数的高下 然后呢让这些农友呢 能够得到特奖也是他们的一个殊荣 所以说这个比赛呢是一定的 然后对我们这个茶叶呢 也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 才会有继续成长 今年参赛的茶叶都呈现了蜜绿色的茶汤 并且飘散着浓郁的香气 从外观看来形状调索紧洁 带着墨绿色泽 评审罗世凯表示 今年的春茶因为年初降雪关系 品质较往年还要来得好 茶汤格外的甘甜清澈无杂味 今年的品质应该算是非常好 然后在这个整齐度上面 也都制作非常的优良 那在茶汤的部分 茶汤今年应该是算都蛮干净的 然后大部分的水都做得不错 新店地区农会指出今年的春茶 因为百年难得一见的大雪 带来了良好的生长条件 并从害降低 茶清较为厚实 做出来的茶叶茶汤更为甜美 欢迎喜爱喝茶的民众赶紧选购 记者升平站门期 新店采访报道 好忙吊客家陈逢贤在长只有0.5公分 宽0.3公分的米粒上 刻画了台湾第一位女总统的肖像 并且写上了蔡英文的当选感言 谦卑谦卑再谦卑等共16个字 由于陈逢贤是个力求完美的人 包括人像的神韵也要画得唯妙唯笑 因此这件创作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完成 好忙吊客家陈逢贤最近发表了新作品 她在只有长0.5公分 宽0.3公分的米粒上 刻画上了台湾第一位女总统蔡英文的肖像 并且还写上了蔡英文说 谦卑谦卑再谦卑 台湾陈逢贤等16个字 陈逢贤表示在米粒上创作 其实是对未来总统有深远的期许 今天我发表了这件作品 主要是台湾诞生的一位女总统 这个女总统我期许她 要第一做好所谓的民间的百姓的 一个所谓的温饱的问题 再来整个所谓的国家的经济的好起来 这件作品从设计到完成 总共花了陈逢贤长达三个月时间 当中她更失败过无数次 陈逢贤说凡事她都要求完美 因此包括了人物的神韵 也必须揣摩得尽善尽美 所以她动用的包括放大镜、小毛笔、细针头等相当多工具 才完成这项创作 我用三个月的时间失败了十几次 才完成了这一件作品 当中也许是字写好了 画画不理想又重来 有时候是说你画好了 但是那个书法结合起来 又不是所谓的很理想 不是很完美 那我又重来 陈佛显从1981年投入航忙雕刻艺术至今 有30多年时间 她将书法、素描、油画、雕刻等艺术 展现在维雕、维刻、维书、维画、维素等五种类型作品当中 1997年她进一步成立了豪忙雕刻馆 目前收藏的作品共有150多件 想一睹蔡英文方寸间的风采 不妨走一趟豪忙雕刻馆哦 记者陈平张门奇新店采访报导 每个礼拜四的下午 大风国小轮板教学的社团内 总是可以看见孩子们开心的踏上舌板滑溜着 而这项运动呢 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中就是危险 因为一个不小心就会跌倒 但是呢 其实只要正确的穿戴安全帽和护具 并且教导孩子跌倒时的应对 这项运动呢 不但能训练平衡感 更能够培养孩子不放弃不退缩的精神 每个礼拜四的下午 大风国小轮板教学社团内 总是欢笑声不断 大家尽情划着舌板 双龙板又或者是漂移板 让自己乘着板子快速滑动 偶尔失去的平衡摔了跤 却没有人哭也没有人抱怨 拍拍屁股站了起来继续滑溜着 而对于这项运动 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中 就是危险恐怖 但其实只要穿戴好安全帽 护具 并且教会孩子在跌倒时 该怎么正确反应 轮板运动一点也不危险 像在台湾的家长会担心小朋友 在玩轮板运动的时候 他所有承受的一些危险 可是其实像我们在讲就是说 你与其让小朋友怕摔跤 不如教会他怎么摔跤 这个是重点 因为他们只要会摔跤 不怕就是说方法是对的 其实他的危险性是降低很多 那时候我也很怕跌倒 可是呢 老师一直鼓励我们穿上附近跌倒的话 就只要再休息一下 就不会痛了 就可以站起来了 学习轮板的小朋友说 在刚开始接触时 的确很害怕跌倒 但经过反复练习 现在不但不怕 而且很有成就感 教练王子宇表示 轮板运动可以变化出 许多花招样式 在一次次的练习后 才能够越来越熟练 但每一次的练习 都有可能摔倒 不过也因为如此 无形中训练了孩子 不放弃不退缩的精神 教练在教 可是小朋友还是必须自己练习 在练习的过程中 他会不断的跌倒 会不断的遇到挫折 可是他们只要能够 把这个挫折给克服了 那以后对他们 以后人生上面的一些 课题上遇到的困难 就不会觉得好像很 很容易受到挫折就退缩 如果你在怀一个动作的时候 你觉得你永远不会 可是当你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骄傲了 我觉得很有趣 那一开始学的时候 会觉得很容易 那你后来怎么特别的 都是想象你自己在大海 只有你一个人 你怎么在大海 那现在学会之后的感觉是一样 很棒 速度很快 因为而且他很酷 以前我都不会 这是我第一次会 所以我想要学学科 除了提高孩子的受挫力 在肢体训练上 轮板最需要的平衡 正是许多运动的基础 因此学会了轮板 在衔接其他运动时 就能够快速上手 像舌板它跟冲浪板就比较像 跟滑雪板就比较像 所以其实当他们在陆地上的运动 像这种滑板类的运动 它会了以后 它要延伸它的技巧 到其他运动上面 其实是很容易衔接上去的 目前教练王子宇 除了在学校社团教学 也在新店阳光运动公园 积极推广轮板运动 并且不定期举办陆流活动 及相关的比赛 希望让孩子能够快乐学习 建立自信 进而爱上这项充满挑战的运动 记者阳邦友超方奇 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卫生局抽烟 辖内市售美白产品 检验20件产品的成分含量 和标识全数合格 卫生局提醒民众在购买产品时 除了注意相关标识的内容 另外对于过于夸大其词的广告 也要特别留意 而皮肤科医师则建议 在使用产品时 先做皮肤测试 确定没有过敏起红疹之后 再安心使用 夏天到了 爱美的女性 最在乎的就是如何防晒害美白 为了替消费者把关 新北市卫生局抽烟辖内市售美白产品 经过检验20件全数合格 卫生局副局长许超成指出 业者需明确的标识产品成分用法等等 尤其许多美白产品都含有含药的成分 更应该让民众清楚了解 标识的不完整或是一些警语 尤其是警语的部分 像小朋友可能不要接触 然后如果碰到的话 可能比如说用量用法要留意 那接着如果遇到特殊状况要怎么处理 像这些基本上都是应该它要 让我们消费者好好留意的部分 另外卫生局提醒民众在购买时 如遇到夸大广告效果的产品 也要多加留意 深层的什么海洋萃取物 含什么什么什么胶 像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没有 合格的生物医学相关的一个证实跟试验 基本上都不能乱宣称 甚至比如说标榜什么唯一天然 其实这个都是过当 所以这边其实我们是提醒消费者 遇到这种广告就是要特别留意 在记者会上卫生局特别邀请皮肤专科医师 邱婉婷告诉大家在选购美白产品时 应该注意的事项 尤其针对坊间迷思 包括越贵越好 强调天然 不能吃黑色食物 夸大效果 只要用了就会白等等 建议民众在使用产品前 可以先做皮肤测试 确定没有任何过敏反应 再安心的使用 不要迷信说 他写个天然 我用了一定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也会建议说 如果大家在使用之前 可能可以的话 先取少部分 然后再脸颊或者是脖子 取一小块的地方 然后涂抹 那连续先局部的涂抹 大概一到两个礼拜之后 那看看皮肤 是不是会有一些红肿氧的现象 如果说没有问题 那这个产品可能才会适合 是你全脸涂抹的一个产品 而不想要被晒黑 涂抹防晒产品就很重要 皮肤科医师邱婉婷建议 可以选择SPF30以上 并且在出门前30分钟 就必须先擦上防晒乳液 SPF至少30到50左右的一个防晒品 那另外PA或PPD也要看 因为PA跟PPD主要是看UVA的防晒 那所以的话PA大概是两个加 或者是三个加 这样子的防晒品 那记得出门前30分钟 就应该先涂抹好 对于防晒产品上标示的SPF 卫生局进一步提醒 SPF为防晒系数 最大上限定为50 如高于50 只能以SPF50加 或SPF Plus来标示 如果看见有产品标示SPF100者 都是夸大效用 不可亲信 才能够免于花钱又上升 记者杨邦友超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广告后是旅行食堂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感恩妈妈一年的辛劳 大新店有线电视 祝您母亲节快乐 我爱妈妈感恩有您 大新店宽屏陪您一起欢度母亲节 现在申办大新店宽屏高媚术方案 就抽欧山刮沙按摩棒等好礼 树洽2917 3939 他如果比较大的轮胎 看来好心酸 我是不是只有被欺误过了啊 就不知道怎么能够歧视我 喝起来吃天液 怎么办呢 你的头部都要碰到我 救护茶 我后头 怎么办呢 好 我可以拿 今天的旅行食堂继续带大家到十定 这次我们要去找好吃的 在十定东街上有家阿嬷麻吉 手工制作的麻吉有着浓浓古早味 超Q的外皮更让人爱不适口 另外还有美味的黄金蛋也不能错过 天天天天天 我知道 往下走就有个阿嬷麻吉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拜托 掐指算 你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我们走快一点 好啊 走快点吧 哈啰阿嬷 我是甜甜 她是龙龙 你好 甜甜龙龙 你好 阿嬷 你愿意偷做大道人员的是麻吉吗 是 是我亲手制作的 那我们可以吃吃看吗 可以 欢迎请去 好吧 龙龙 好 来 请甜甜龙龙吃看看 看麻吉有没有Q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啊 阿嬷你的麻吉好吃好好吃哦 对呀 甜甜的好好吃哦 这个古早味的 阿嬷亲手制作的 阿嬷你怎么会在这边卖麻吉 因为阿嬷的阿嬷就是很久很久 我小時候看阿嬤做麻糬 我就有興趣跟阿嬤協作麻糬 所以我就來協作古董麻糬 來賣 原來阿嬤是想讓我們吃到古早味才會這麼行 對 這個就是要純米製作的 米要泡 糯米泡四個小時 然後再去餵米漿 然後再壓 壓咖哩 然後再用手攪拌 再蒸起來再攪拌 再暖才會變成麻糬 阿嬤你除了做傳統的口味 是不是還有什麼新的口味呢 什麼新口味 我要吃 我要吃 有 我有做紅雞 紅雞麻糬 這個是我們最養生的麻糬 紅雞是最養生的 你在外面這樣吃不到 裡面是包紅雞 外面是紅雞 外皮是那個椰子粉 吃起來又香又好吃 可以吃 吃看看 對 可以吃看看 一樣QQ的 而且有孟尼味 好好吃喔 跟一般的麻糬又不一樣 對 我們的傳統麻糬跟一般 紅龍怎麼樣啊 QQ 她都QQ的 我幫她翻譯 這個甜甜姐姐真的很壞耶 竟然趁蓉蓉大口吃麻糬的時候 丟話給蓉蓉姐 害我們家的蓉蓉 只能硬是說出QQ的兩個字 不過阿嬤的麻糬真的很Q 除了傳統口味還研發了養生紅麴 另外還有這個實定特產的桂花麻糬 瞧這兩個又吃開了 除了麻糬 甜甜剛剛還說 有一樣東西也是必吃不可喔 原來是蛋喔 我可不想吃 為什麼 因為我怕烤鴨蛋啊 喔 不吃我的蛋太可惜了喔 師婷阿姨 我好想念你的黃金蛋喔 為什麼叫做黃金蛋啊 好 先給你們吃吃看 你就知道什麼叫黃金蛋 好不好 它跟一般的蛋真的不太一樣耶 我們吃的蛋黃啊 都比較膩耶 就是它一口就融化了 而且它的蛋蛋白沒有那麼硬 很軟 很好吃很順口 我發現實定所有圓魚的東西 都很好吃喔 師婷阿姨 我們這裡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嗎 好 今天烏圖社區剛好有植物欄的DIY 你們要不要去 好 OK 那走吧 走吧 位於實定區烏圖裡的烏圖社區 可以說是依山傍水 剛剛請甜甜融融吃黃金蛋的思婷阿姨 其實正好就是烏圖社區的理事長 跟著在地人一定能有更多的收穫 接著來看博貝奧哪些地方上的活動訊息 大心的寬屏 環切母親節 搶檔電影戲劇讓媽媽看個夠 現身辦超級數位家庭方案 享受極速光鮮上網 上百台精彩頻道 熱門電影隨選隨看 全方位居家監控等八大服務 5月31日前申辦最高載送2000元禮券 快播2917 3939 媽媽您辛苦了 即日起凡事申辦大新店有線電視 寬屏或是數位計上何等 就有機會將Oson刮沙按摩棒帶回家解除疲勞 活動詳情請洽2917 3939 105年房屋税繳納期間為5月1日至5月31日 提顯您如期繳納 繳税方式有7種 現金零位繳納 金融機構存款帳戶轉賬繳 自動貴源機轉賬繳 信用卡繳税等等 綜合所得税從5月1日起開征 繳納期限至5月31日截止 今年增加健保卡加密碼報税 歡迎民眾多加利用網路申報 由新北市文化局舉辦的第六屆 新北市文學講真文活動開始了 即日起至8月15日收件 歡迎踴躍投稿 相關簡章及報名資訊 請至文化局網站查詢 以上所有的新聞內容 都會刊登在大興店有線電視的網站上 歡迎您上網點閱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張芳琪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字幕志願